被封的井下,赤着上身的男子与一个女人气喘吁吁,他们被困在这里,男人也顾不上自己已有家事,压抑的人性与欲望,此时如井水一样,喷补而出,两人很快就纠缠在一起,将一直想做的事都做了。 这个男人名为宝强,生活在山西太行山区,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因为没有水井,村民吃个水都要泡几十里,打出一百多眼干窟窿,还是没有水,老景村成了十里八乡最穷的村子,没有姑娘愿意嫁过来,村里很多年轻人都是光棍,宝强的爷爷为了让两个孙子都能娶上媳妇,和宝强爹商量着,让宝强嫁给村口的寡妇西凤, 西凤男人早些年也是死在了他方的井下,身边就留下一个女娃,而西凤家里还算殷实,以八百块为嫁妆娶宝强,而宝强弟弟也拿这些钱娶上一个媳妇,而宝强早已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同学大荣,两人从小一块玩,还考上了同一所高中,得知爷爷的打算,宝强打算带着大荣私奔,等到生米煮成熟饭,再回来大家也都接受了,可是还没到村口,就被爷爷逮住了, 昏暗的屋内,碎瓦片和爆骨撒了一粒,爷爷气呼呼地坐在床上,宝强蹲在角落闷头抽烟,大荣站在屋外,欲言又止,扭头走了,他知道宝强拗不过爷爷,爷孙俩气都还没捋顺,宝强爹就出事了,那时候打井要用炸药炸碎岩时,再往下挖,这天放的炸药没响,宝强爹就下去查看情况,谁知那个时候炸药响了, 人被抬走时,井口还残留着斑斑血迹,老绝井人就这样丧生在为之努力一生的土地上,宝强家的风二爷,在当年也是因为挖井,被埋在地下一天一夜,出来就疯疯癫癫癫了,他奋力地往井下扔着东西,想要塞满这个吃人的恶魔,鲜红的棺材,趁夺着越发惨白的校服,爷爷开口说话了, 这桩婚事是宝强爹亲口答应的,刚刚经历的丧父之痛,就算宝强心里一万个不愿意,但此时这便是家人唯一的出路,这是一场特殊的婚礼,寡妇西凤花了八百块娶宝强,全然不顾,宝强已经有了心爱之人,而宝强家里也需要这八百块钱,为弟弟娶媳妇,大荣看着男朋友结婚,新娘却不是自己,眼中满是愤狠,新婚之夜,西凤侧身看着宝强, 希望他能看一眼自己,可他始终侧着身子,第二天,去山里干活的宝强饥渴难耐,远远看有人挑着水,想要上前淘口水喝,走近一看是大荣,他进也不是,退也不是,但大荣却把他招呼过去喝水,在宝强喝水时,大荣故意将头巾上的杂草抖在碗里,宝强也知他怨自己,轻轻将杂草垂开,继续喝下去,结婚几天,宝强始终都没有碰过西凤,西凤心里的苦, 终于藏不住,他哭出了声,都说女人的眼泪是男人的软肋,宝强有些心疼了,他顺势抱住了他厚实的肩膀,宝强挣扎了一瞬,便倒在了温柔乡里,没过多久,下起大雪,家家户户都忙着铲雪,却融化成水,就不用再跑远路去打水了,这天宝强着急忙慌来找村长, 他和同伴无意中看到邻村水井旁的碑纹,原来那口井是两个村合力打下的,但邻村却将其化为自己的地盘,不给老井村的人用,这些年来,老井村为了喝水翻身越岭不说,为了打井更是搭进去数条人命, 如何能咽下这口恶气,村长立即叫上所有的老老少少,准备去要个说法,谁承想邻村的人交横不讲理,派人把背上的文字刮花不说,还一个劲的填井,说可忍,神不可忍,口水之杖很快升级为泄斗,打斗中宝强脑袋受了伤,眼见邻村还在填井,他挣扎着爬到井边一跃而下,试图用生命去保护这口老井,最终怕闹出人命,双方都停了下来, 老井村的人流了血,宝强甚至赌上了自己的命,可抢来的却是一口苦井,这件事惊动了信里,为了解决老井村吃水的难题,信里派来了一个专家,专家对那个跳井的年轻人很有好感,他要在信里办个水文地质学习班,邀请宝强去听课,三倍出一个人,十倍出个神,老井村打井的事如今到了宝强这儿,总算有了点希望,爷爷嘱咐宝强学好本事,给老井村打出一口, 一口井来,告慰那些为打井而牺牲的先人,很快宝强学成归来,村长也甚是高兴,他快退休了,指望宝强能在此期间打出一口井,自己也算为老百姓干出一点实事,不过老井村处在石灰岩地区,宝强也不是完全有把握,为了协助宝强,村长叫来了大荣和旺财,他们是村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生, 然而只有大荣实实在在跟着宝强,旺财多事,三天打鱼,两天晒网,只剩下宝强和大荣翻山越岭,寻找合适的地方做地质勘探,闲暇时,宝强说起大荣往水里抖干草的事,大荣撇撇嘴,娇沉他没良心,他是看宝强渴得厉害了,怕他喝太急,把肺激炸了,宝强没有想到这个原因,那少水里的干草,哪里是怨,分明是爱呀, 宝强为了给弟弟娶上媳妇,把自己八百块卖给了西凤,做上门女婿,这天早上,没帮西凤倒尿盆,张母娘借此明察暗讽他和大荣的关系,宝强气不过,拿起包准备回娘家,却被西凤劝下,西凤说他怕是有了身孕,得知此事,宝强放下了脾气,在不耽误着景工作的同时,开始帮西凤分担家务,在宝强和大荣夜以近日的努力下,他们终于确定了一个下景的位置, 宝强带着一群年轻人,开始绝景作业,由于打景的技术不够,只能靠人力来凑,但日日操劳,使众人都疲惫不堪,在旺财的提议下,众人决定休息半天,回到村里,正好赶上戏班子来表演,宝强带着老婆孩子一同观看,大荣看着宝强一家三口,心生满是醋意,他故意挤到男人堆里,发泄心中的不满,这一击便真的有了效果,宝强再也看不下去表演,拉着妻子回了家, 第二天,有人拿昨晚旺财怂恿戏班子唱婚段子的事打去他,因为没有景,老景村的姑娘都想嫁出去,外面的姑娘不想嫁进来,村里的小伙子大多是光棍,贫瘠土地带来的不仅是生活的艰苦,还有人性的压抑,宝强心里明白,只有打出景来,这一切才能得到改善,他更加坚定了打景的决心,打景工作继续, 热火朝天地进行着,谁知一场突如其来的塌方,却将旺财砸死,而正处景底的宝强和大荣,也一同被埋在地下,他们不停地呼喊旺财,直到精疲力尽,被埋在这不见天日的深井中,生存的希望,也如将要熄灭的油灯,变得渺茫,沉重如山的伦理道德,也变得微不足道了, 两人这次没有发护情,指护理,奈何命运弄人,宝强和大荣被救了上来,两人对井下发生的事避苦不谈,埋在了井底,以皇几个月过去,打景工作在县里的支持下也接近尾声,但要达到宝强设计的深度还差点钱,可老景村的村民都已对打景失去了信心,足足备备打景的失败,让他们意识到,打景就是个无底洞,他们宁愿攒钱出去,也不愿把钱拿去填这个黑窟窿, 勒断腰,渴死牛,有女不嫁,老景勾,以后咱们一代代的年轻人都要这么过嘛,甚至有的兄弟就娶一个媳妇,简直丢老祖宗的人,宝强爷爷把自己的棺材抬了来,能折几个钱算几个,他也要支持打景,村长带头捐了一百块,记在了死去的儿子旺财名下,没什么文化的西凤,不懂啥大道理,可他知道更简朴的道理,他捐出了家里的缝纫机,表示老天爷长着眼呢, 这茬人打不出来,下一茬接着打,总会打出井水来,接着大荣也送出了自己全部嫁妆,包括那台新买的电视机,而后离开了老景村,说再也不回来了,此时众人才被调动起来,大家开始捐钱捐物,银元闹钟绸缎,有什么捐什么,年后老景村第一口机械深井打成, 每小时出水量高达50吨,为打井奉献一生的人们被刻在了万古流芳碑上,由吴天明导演的老景,完成于1985年,张艺谋凭借老景摘下东京,百花,金鸡三个影地,为什么有的电影,让人看完就乐呵一下,有的电影看完总能引起深思呢? 欢迎小伙伴们下方评论留言,我们下期再见